只有在沙喀都的情況之下 才會去玩民調 今天有一位台灣選舉的常盛軍 我在猜這個常盛軍是誰 這位選舉常盛軍說 今天自由時報所做這個民調 不就是在激化氣黃寶獎嗎 我要告訴大家 民調會發生在什麼樣的選區 一面倒的不會有民調 然後兩咖都的不會有民調 不容易有民調 因為只有兩咖都的話 你的民調只能夠動員輸的那一方起來投票 可是話講回來 你不需要民調 因為地方上會知道雙方是五五波 如果是五五波的話輸的那一方就會出來 自動就會出來動員 這不用你民調 只有在沙喀都的情況之下才會去玩民調 或者是像在黨內初選最容易玩民調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要合理化自己的謊言 像蔡英文做票之前 先用各媒體去弄民調 把賴清德弄到越拉越遠 然後時間到了就出手 這是一種做法 這是兩咖都需要民調的目的 那麼正常情況下只有三咖都 就是我昨天講的 Strategic Voting 就是策略性投票 策略性投票簡單的講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理論 他是美國選舉 這個選舉行為中的一個理論 Strategic Voting 意思就是說 通常這場情況下就是我這一票投給我喜歡的人 但是策略性投票就是我投這一票 未必是投給我喜歡的人 而目的是為了要達到某一個目的 那這種目的包括了使討厭的人落選 或者是使次討厭的人變成不要讓他當選 或者是要讓次喜歡的人讓他變成當選的人 就是有種各種不同可能的組合 所以這個SAKA DO加上民調就會發生在台北市長選舉 來我昨天稍微說了一些 我今天來聽聽看我的學長 也是不管是經驗也好學士也好 在統計跟民調方面都比我強很多的尤英龍學長 我來聽聽看他的講法 他說經驗隨筆漫談 潛談預期外也不想要的結局 哇好深喔 這有點像天空很希臘 天啊不 好我們來看 意想不到或者是不想要的結局 叫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常在我們日常中出現 比方說塞車你不想要 但是你卻無意中促成 重點是促成喔 好 那麼這是我們的日常選舉也一樣 比方說你不希望誰當選 但是你的所作所為卻更正好促成了那個人當選 他就在講一個現象 就是好今天有一位民主的這個 一位前輩旗下台灣選舉的常盛軍 跟我說我在猜這個常盛軍是誰啊 陳水扁 我不知道 敢說自己去選舉的常盛軍只有馬英九跟陳水扁 對不對 馬英九應該不會去找尤英龍聊天 他們倆如果見面應該話不投機半句多 好來 這位選舉常盛軍說今天自由時報所做這個名條 陳時中第一34.8 蔣萬安28.7 黃珊珊23.45 不就是在計劃棄黃寶獎嗎 這句話我來分析一下 我昨天講過陳時中34.8 蔣萬安28.7 所以陳時中贏蔣萬安6.1 黃珊珊23.45 可見黃珊珊的票只要大部分給蔣萬安 那麼蔣萬安就可以超過陳時中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沒有錯 就是在棄黃寶獎 我們想想看黃珊珊的選票 那曾經是親民黨的 你說他要藍要升藍 跟蔣萬安不相上下 可是他後來又轉到了民眾黨支持 被民眾黨吸收成為副市長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又是綠可能大於藍的成分多一點 民眾黨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黨 雖然柯文哲說兩岸一家親 可是我有一些深綠的朋友 是可以接受柯文哲的 我不懂這是什麼理由 如果今天這種事情發生在 朱立倫 洪秀柱 特別是洪秀柱 那已經死定了 對不對 如果你就說兩岸一家親 那一定被人家消遣到 被罵到臭頭 那為什麼柯文哲說兩岸一家親 只有被少數人罵 包括被我罵 其他很少人罵 對不對 那很少人罵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他是台灣人 說真是台語 這樣如果用這個來區分台灣很危險 你的意思是說賣台 將會變成台灣人的特權 台灣人賣台可以 外省人賣台不可以 是這樣嗎 這樣台灣很危險 非常非常的危險 這就是典型的 只有立場沒有是非 好我們接下來談比較實際的 陳時中34.8 蔣萬28.7 雙發差了6.1 那麼黃珊珊的票要往哪裡跑 這樣看起來 只要黃珊珊的票8.6% 跑向陳時中 14%跑向蔣萬安 那麼蔣萬安跟陳時中就打拼了 游英龍跟這位選舉的長勝軍 民主前輩 這個前輩奇俠的看法是說 他們認為 這是在激化黃珊珊的支持者 讓票跑到蔣萬安 以打敗陳時中 那你就要看看 黃珊珊的支持者 到底是討厭陳時中的多 還是討厭蔣萬安的多 但是我同意這個說法 意思就是說 自由時報的假民調 至少達成一個目的 就是要棄黃珊珊 至於是要保誰 我覺得還有待思考 是要棄黃珊珊 那要保誰 我相信做這個民調的人經過算計 棄黃珊珊一定就會保蔣萬安嗎 未必喔 我說真的 今天當你要投棄保的時候 就是要決定不要讓你討厭的那個人當選了 那討厭蔣萬安跟討厭陳時中 都是一群很相似的人 他們唯一的差別在於顏色 他們都是60歲以上的人 討厭陳時中的人 大部分 大部分 我的意思是說 喜歡黃珊珊 但討厭陳時中的人 大部分 比較難描繪他們的 輪廓 可能年輕人會有一些 中立選民會有一些 因為疫情被搞得很受不了 然後又一天到晚聽陳時中在那邊臨小微 所以 討厭陳時中 但是討厭蔣萬安的人是很清楚的一群人 大概是60歲以上 討厭蔣介石的人 所以呢 這個恨烏吉烏啊 你只要信蔣 我就討厭你 但是這兩種人喔 坦白講都不多了 影響力也不大了 那到底黃珊珊的支持者 如果要棄黃珊珊 是要投給陳時中 還是要投給蔣萬安 這件事情我相信民進黨做過一定程度的算計 我必須說 如果民進黨洪耀福洪耀南這對兄弟 他們算計完了之後發現說 大笨中是扶不起的阿董 我覺得這時候他們真正的strategic voting 他們真正的策略性思維才會出來 如果真的發現陳時中扶不起 就像4年前發現姚文志可能扶不起的時候 他就要想 如果讓陳時中讓大笨中當選 很可怕喔 民進黨黨內派系 可能不見得是自由時報 可能不見得是洪耀福洪耀南可以操縱的 可能還有其他的敗戲在操縱 最大的可能性 自由時報 我可以跟大家講 自由時報現在是挺賴的 你相信我 自由時報現在此刻是挺賴的 或者我要說以前一直都是挺賴的 賴清德 只是因為小英做掉了賴清德之後 他們的靈魂也被沒收了 鼻子摸摸就繼續挺蔡英文 可是他們主子裡面很希望 邵康忠心啊 很希望賴清德能夠接下來接這個棒 所以另外一種很可能的陰謀論 就是說 他們算一算 與其讓英系的餘孽 像大笨中這種 狗言殘喘拿下首都台北市 那就加深了蔡依依的氣焰 加深了蔡依依的氣焰之後 蔡依依就有可能變成百足之寵死而不將 就會讓下台以後仍然成為兵馬俑 仍然在像慈禧一樣垂簾聽證 操控民進黨的這些重難性們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寧可讓蔡萬安當選 也不要讓陳時中當選 這種可能性是有的 你知道我有一些深綠的朋友跟我說 蔡萬安當台北市長無傷 因為他太嫩太好打 而且也成不了氣候 所以你不要擔心他當台北市長以後 會增加了國民黨的籌碼 你也不要擔心他當選以後 會造成了綠營的威脅 不會這些綠營的深綠的人告訴我 你給你保證蔡萬安一定不會幹得好 而且他成不了氣候 爛泥扶不上牆 所以你再給他四年再給他八年 都不會在台灣的政壇中呼風喚雨 但是如果陳時中當選 英系的復活會躲在表面上看起來 已經成為兵馬俑 可是那兵馬俑會動 會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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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陳時中34.8 蔣萬安 28.7 黃珊珊 23.5 這樣的民調你說他不是在棄黃保獎嗎 這樣的說法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這是由銀龍的臉書上面所寫的 他說從經驗科學的證據顯示 民進黨支持者討厭講萬安遠多於討厭黃珊珊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陳時中被認為當選旺 那麼綠營的支持者會轉頭黃珊珊 他現在把他倒過來了 如果這個民調說了實話 那麼綠營的支持者會轉頭黃珊珊而不投蔣萬安 這種情況我說實在話這種人不多 因為蔣萬安跟黃珊珊對綠營來講都是白人的孩子 都是不認同的人對不對 所以黃珊珊當選等於民眾黨做大 陳時中當選等於英系做大 所以除非他們是很典型的賴粉 不然的話對他們來講其實黃珊珊當選 跟蔣萬安當選其實 黃珊珊當選或者是陳時中當選 或者蔣萬安當選其實差距沒有那麼大了 他說可觀的綠營支持者是可能轉頭黃珊珊的 就是綠營支持者是有可能投給黃珊珊 但是不太可能投給蔣萬安 如果黃珊珊沒有事實讓綠營支持者窩心的話 綠營就算有心票也投不出來 結果就是黃珊珊當不當選蔣萬安當選 那麼陳時中目前行情有這麼糟嗎 尤雲龍的看法是多重證據顯示 的確如此 黃珊珊有可能當選台北市長嗎 從精準的民調來看 不無可能 這是尤雲龍教授的判斷 但台北市選民中只有13%看好黃珊珊 他的當選可能性就會大打折扣 歷史上看好度很低卻當選的只有陳水扁一個 但是阿扁是獨一五二的 所以尤雲龍跟這位長勝君呢 我說他就是阿扁 好接下來 社會科學其實不排除命運的變數 命運是什麼很難解釋 通常被認為是所謂error term 叫做誤差項 我們好像叫做殘差 我已經忘記台灣的教科書用了哪一個 當命運決定誰當選的時候 人的努力跟算計就顯得徒勞無功 對 你知道生命當中有一個最大的error term 就是人無法用多元回歸的方程式去把它預測出來的 叫一個多元回歸的方程式就是 yi 等於 alpha alpha i 叫做 beta 1 x1 加 beta 2 x2 加 beta 3 x3 一直到 beta n xn 最後有一項叫做 epsilon i 那個 epsilon 就是殘差 或者叫做誤差項 就是你沒有辦法被你預期在你的方程式當中的某一個變數 你無法掌握的變數 對我來講就是上帝的旨意 當上帝要摩西出埃及 不管法老不管這世界是長什麼樣子 他就是會出埃及 當他要過紅海 不管紅海有多深 他就會過紅海 人生也是如此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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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e 的